台北東區地下街 進駐好吃好買的商家 吸引許多人潮走逛 台北市觀光大使熊讚 也特別來此慶祝生日 號召粉絲民眾 一起到各個地下街 挖掘美食好物 台北地下街遊樂逛 就是小孩喜歡 你拿到什麼 熊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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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天是熊讚生日 特地帶小孩子來看他 我覺得因為這邊人潮還滿多的 滿適合的 而且也不會說太爆滿之類的 可能會 所有都會進行那個視頻吧 其實他就是滿乾淨整潔的 就是招牌明亮 就是你要逛什麼 其實都還滿清清楚楚 然後動線也算是滿 就是還滿流暢的 對 我們地下街是非常有特色的 像我們的東方不敗的 吳冰茶 吳冰茶就是在這路易上圈 這一條街唯一存在 超過五年以上 生意非常好 對 把我們的老菜包子 還有我們的智慧圖書館 大家也可以平常 我的地面 東西裡面很喜歡 去那邊 吹吹的去看看書 對不對 然後還有我們後面的麵包店 然後一個走到底 我們的成品薯店 其實東西地下街蠻豐富的 所以大家你看 現在人潮非常多 那這幾年在補助的時候 這個地下街的 把我們地下街的管理東西 也非常的用心在管理這邊 那我們逛完之後 我們去哪裡 大家一定知道 我們上面的問世紀 對 問世紀在這兩年 其實帶了非常多人潮 那我現在大家去走一走 很多問新的商品 讓大家知道冬區沒有陌落 冬區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辣妹對不對 對 那喜歡辣妹嗎 對 她是雷達 好 她是辣妹雷達 你看她來到這裡 不能跟我搶 不能跟我搶 花月都是她的生日月 那我們其實今天熊站 身為觀傳局的議員 台北市的觀光大使 我們就希望今年過年 過生日 他能夠就是用實際行動 帶熊粉們 來我們很多台北市的各個地下街 來把地下街好看的 而且很棒的產品來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歡迎今天是開始 第一場 所以我們還有九場 歡迎各位熊粉 來跟著熊站 來到每個地下街 來發掘每個地下街的 漂亮 好吃 好買的地方 很開心喔 今天熊站第一站 就來到我們 東區的商圈 那我想東區商圈 是台北市很重要的一個 商業聚集地 也是不管是年輕人 或者是有一點點年紀的好朋友們 都會在東區找到自己的活動 所以透過熊站 接下來還有九場 在台北市各個 重要的商圈的巡迴 我們都會希望大家在意後 能夠出來走走逛逛買賣 幫熊站慶生也刺激一下 我們台北市的賣氣 熊站 熊站 Double Bravo 來 準備走 我們都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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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站 帶領全唱大跳主題曲曲 群舞 搶吸周邊民眾目光 現場氣氛熱鬧火落 更有從馬來西亞遠道而來的熊粉 獻上生日祖福 熊站藉著生日月 在台北商圈地下街巡迴 首站出了東區地下街 也到混市集逛逛 邀請民眾在意後出門消費 因為以前熊站生日大概就辦了粉絲見面會 因為他其實有將近20萬的粉絲 忠實粉絲 那我們想說其實疫情這三年來 熊站不要只是自己過生日 他應該也要出來拼經濟 幫忙拼經濟 所以今年熊站的生日 我們就把它變成生日月 讓他在我們台北的一些地下街的商圈 還有重要的商圈 都能夠來帶著熊粉們 來到各個商圈 來拼經濟 來消費 然後也透過在走動商圈才發覺 其實台北有非常多的美食 也有很多的伴手禮 也有很多東西可以讓你想要花錢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目的 另外就是其實今天我們的第一站在東區 我們都知道像我這種年紀的 第一次要買奢侈品都一定是來這裡的 等於是這裡是台北的百貨的原生地 還有它的巷弄美食 只要任何有新的美食一進來 第一家店都會選這裡 所以這也為什麼今天熊站 我們把它帶來暖壽的地點 就在東區的地下街 對 東區沒落以來 其實市政府抖落非常多的資源進來 來振興東區 那這一次觀察局也帶我們的熊站來 我們也蠻高興蠻驚訝的 因為熊站畢竟有20萬的粉絲 那今天在地下街的時候 帶來非常多的人潮 那我相信熊站在慶生 一定會讓東區帶來更多的人潮進來 東區帶來做消費 熊站慶生活動一直到8月30號 邀請民眾一起來追熊 完成指定任務 並上傳至熊站臉書粉絲專頁 指定貼文留言區 還可以抽熊站主題住宿房一晚 熊站造型風扇 熊站運動毛巾 及熊站熱氣球造型Yoyo卡等周邊好禮 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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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報報報報報報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